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王小波说 我们无法决定怎么生,怎么死 但我们可以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人生无常,命运坎坷 上一秒风光得意 下一秒也许就跌入谷底 面对困境,有的人自暴自弃,一蹶不振 而有的人却能直面人生的大起大落 从苦难中学会好好生活 就像瑞典作家巴克曼的小说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中的主人公欧维一样 他曾一心求死,却在寻死的过程中 意外地学会了如何去爱 通过欧维的一生,我们明白了 与人生里的困境和解,学会去爱才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欧维七岁时,母亲因为肺脑去世 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在十五岁考上大学那天,父亲不小心被火车撞到,也离开了他 欧维成了孤儿,没钱去读大学 只好顶替父亲的岗位,便成了一名火车修理工 因为年纪小,工友们排挤他,脏活累活都丢给他干 当地开发商也欺负他无父无母 为了他家的地皮,甚至还放火烧了他的房子 欧维的人生自此跌进谷底 他一无所有,只能带着自己的两件旧衣服住在火车上 而在这时,命运出现了转机 欧维邂逅了美丽的姑娘索亚 婚后,在索亚的鼓励和陪伴下 他重新振作起来,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可命运刚给了欧维一点糖,又马上给了他当头一棒 在一次旅行中,他们乘坐的大巴发生意外 连人带车一起翻进了悬崖 索亚失去了双腿,他们的孩子也在车祸中丧生 欧维的人生本已经够惨了 但苦难似乎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在欧维59岁的时候,妻子索亚癌症去世 连他也没有陪伴欧维走到最后 丧妻之痛还未消散,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火车站 也让欧维提前退休了 欧维的人生彻底没有了寄托,陷入到莫大的空虚中 不幸的命运让欧维脾气古怪,性格暴躁 他想找点事情做,充实自己的人生 便每天在社区帮忙,把没停进隔线的脚踏车搬进去 检查邻居的垃圾是否按规定分类 提醒石家的草坪到时间该修剪了 但欧维做的这些并没有得到邻居们的认可 大家都觉得他多管闲事,对他敬而远之 欧维活成了一座孤岛 他觉得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成年人的世界,无人不苦,无人不难 就像高老头中所说 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 和欧维一样,很多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场炼狱 有人为了一份微薄的工资 每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有人为了一段关系,委屈求全,辗转反侧 有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 又要教育年幼的孩子,分身无数 辛酸苦楚本就是人生常态 你我皆不例外 二,好好生活是对不幸最好的回忌 晚景凄凉的欧维曾六次尝试自杀 却最终没能如愿 新搬来的邻居帕尔瓦娜是个外向开朗的女人 她见欧维一个人独居,便总来麻烦欧维 搬进来第一天,帕尔瓦娜的丈夫不认识路 把车开进了欧维家的院子里 欧维不得不放弃自杀,出门指挥交通 甚至帮忙把车停进车库 帕尔瓦娜的丈夫摔断了腿 她请欧维帮忙送他们去医院 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托付给欧维照看 这又一次打断了欧维的自杀计划 帕尔瓦娜还请欧维教她开车 把在小区里捡到的流浪猫养在欧维家 让欧维的自杀计划不得不继续拖延下去 妻子死后,欧维一直独来独往 她虽厌恶孤独,却不得不尝试着习惯这种处境 而帕尔瓦娜的出现 让欧维的生活变得热闹起来 欧维也逐渐敞开心扉 不再带着满腔的怒火生活 她帮鲁尼太太修理暖气片 给帕尔瓦娜的女儿讲故事 还收留妻子生前的学生住在家里 欧维忘记了她要自杀 她在充满烟火气的每一天里 逐渐学会了如何好好生活 平凡如你我 谁又没被生活刺痛过呢 我们都曾独自走过一段漆黑的路 一个人品尝着生命的无奈和苦楚 有的人颓废消沉,选择了放弃 可有的人却能在苦难里得到救赎 有力地对不公命运予以回击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就像我叫金三顺利的台词所说的那样 勇敢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 去跳舞吧,像没有人会欣赏一样 去唱歌吧,像没有人会聆听一样 去工作吧,就像是不需要金钱一样 去生活吧,就像今天是末日一样 生活至我之砒霜,我尽生活之一堂 好好生活才是对悲惨命运最好的回击 三,爱与付出,能治愈一切苦难 欧维渐渐体会到了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对邻居们吐露了自己多年过不去的一个坎 当年导致妻子索亚瘫痪的那起车祸 起因是司机酒驾 但事发后,司机和旅行社都没有受到处罚 于是,欧维不停地写信,想为自己讨回公道 但却惹烦了相关部门,大家都视他为眼中钉 欧维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他受了莫大的委屈,始终无处发泄 所以才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 邻居们听闻后纷纷泪目 大家决定与欧维兵事前嫌,并对他伸出援手 他们联系到一个记者 揭发了政府部门相互勾结的内幕 还调查出当年烧毁欧维房子的开发商偷税漏税的证据 大家齐心协力帮助欧维讨回公道 同时也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结 欧维终于明白 付出爱便能收获更多的爱 他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温情 他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牵挂 过去的种种苦难也都得到了治愈 欧维的晚年帮助了大家很多 也在付出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新的意义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中 欧维没有选择去死 而是学会了怎么生活 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 向这个世界释放善意才能获得灵魂的救赎 曾经的苦难让欧维用恨和怒火对抗着生活 命运也回击给他无止尽的愤怒 人生跌入谷底 帕尔瓦那一家的出现 让欧维学会如何付出爱 他伸出释放善意的双手 命运也回馈给了他很多的爱 这些爱足以治愈欧维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伤痛 真情可令时光温柔 善良可抵岁月漫长 所有的苦难都会在善良中得到救赎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善良是这个世界上充满希望的良药 能给每一个孤独的灵魂注入爱与温暖 欧维很好地诠释了这句话 他曾经用愤怒抗击着这个世界 抱怨命运的不公 人生却得不到好转 而当他不断帮助邻居 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后 他不仅收获了邻里之情 也享受到了天伦之乐 人生如大海 起落浮沉 变化无常 而爱与付出 是浩瀚大海里的一盏明灯 今天你为别人修桥 来日别人也会为你铺路 有人说 你送出去的每颗糖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地球是圆的 你付出的爱终究会回到你身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位士兵去商店买东西 看见一位小男孩跟商家发生冲突 经过了解后 得知小男孩的硬币是假的 正因如此 被商家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看着小孩的眼泪 士兵将假硬币装进自己上衣口袋 又从裤子口袋掏出钱币付给商家 并且亲自送小孩回家 不久后 战事一触即发 士兵在前线打仗 一颗子弹直直射向他的胸口 但他只感到隐隐的疼痛 并未受伤 原来 胸前的口袋装着当时的那枚假硬币 由于重担 现在凹下去一个洞 你若度人 天必度你 愿你我都能与苦难和解 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 用爱与希望 点燃生命之光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传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